男人心里越没你,越会这样回复,记得果断拉黑 真心爱你的男人,无论他在不在你身边,但是有一样可以肯定 他的心在你这里,他不会因为外界的世界而去忽略你 他始终把你当宝,因为他内心深处明白,只有你才是他的唯一 是他的希望,离开了你就觉得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暗淡无光 而且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无论他有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来找你聊天 总会在百忙之中空出时间去陪你,因为他知道你才是他的全部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他也会每天嘘寒问暖,就怕哪一天你生病了疼在他的心里 第一,心里越没有你的男人,就会对你变门加厉 就觉得你就是欠他的,无论你对他再怎么好,他都不会因为你所得了一切事物而被感动 然而一个真正用心去疼爱你的男人,他宁愿自己再苦再累 回到家还是一副面带微笑的样子,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他狼狈的样子 他总是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 他想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他不想让他最心爱的女人累着,工作再忙,都会陪你出去逛街 就算以后你变得丑了,他也不会去嫌弃你 因为他知道,曾经在他最苦最累最穷的日子里 自你一直默默无闻地陪在他身边 对他百般照顾,无微不自 他又总会因为陷在你的丑陋而去抛弃你呢 其实男人要是心里有你 他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就会回到家陪你,给你做饭吃 总是会把他宝贵的时间留给你 也不会经常出去和朋友去一些红灯久利的场所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出去玩了潇洒 但他家中却有一个人一直在等他,等待他的归来 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爱你,疼你的人 第三,心里越没有你的男人,越会对你信息不耐烦 有时索性不回复,或者是看见了也当没看见 因为他知道,就算他不回复你,你也不会因为这个去生他的气 然而这些行为都会让他觉得无所谓 心里有你的男人,只要听见他的手机有消息 他就会第一时间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看 因为他知道一定是他心爱的人发的,就算不秒回 但等到他忙忙手头的活,他就会和你去一一解释 为什么没有立马回复你的消息 不至于说你的一条消息发过去,就像石沉大海,无影无踪 只有不爱你了的男人,才会对你的信息不耐烦 看见你,总觉得心情不好,总是会躲着你,就是不想看见你 就会觉得你和外面的那些女人根本不能相比 总会有很多理由来掩饰他对你的不耐烦 有时候重视他看到了你给他发的信息,他都会当做无视人一样 觉得反正是你发来的消息,就不回复你 有时间出去喝酒,聊天,都不会回复你 对于这样的男人,如果成了爱人 那么我觉得婚后的生活肯定不会好过的 他绝对会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自己出去消傻 带着你就觉得是个拖累 倘若你们事后成了朋友,我觉得还是不要继续相处下去了 因为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寻求你的帮助 你会义无反顾的去帮他 但相反,在你遇到困难,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却连他的人影都看不见,像世界蒸发了一样 一个根本不重视你的男人,根本也不值得你去好好珍惜 其实男人的心里要是有你,肯定会重视你 自然会好好回复你的消息 就算再大的事情,都会陪着你一直携手走下去 总而言之,男人要是心里有你 再忙,再没有时间,也会认真地回复你 就算当时来不及,事后也会好好解释 他会非常在乎对方的感受,这才是深爱的表现 如果他的态度是不痛不痒,仅仅认为这没有什么 那么只能说明这个男人不够爱你 他的心里根本没有你 记得果断拉黑